球則是延續的奪牌氣勢 李亞軒 莊吉生 在今天是陸續的批掛上陣 出陣男女單打項目金牌戰 李亞軒率先對上的泰國選手汪廷彩 除了要爭金牌 更要為昨天 未免失利的張凱甄來復仇 雙方一開打 彼此是緊追著分數 戰況非常的焦灼 第一盤就打了將近一個半小時 還打到了搶七 李亞軒苦撐 最後是沒能守住 0比1暫時的落後 不過現場球迷各個是熱血沸騰 不斷地為李亞軒來打氣 猛力擊球先給對手下馬威 台灣女單好手李亞軒 對上泰國的汪廷彩 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 抓到機會強勢回擊 李亞軒在五局前比分稍稍落後 人不放棄緊追分數 終於等到對方關鍵調球失誤 掌握優勢總算超前 現場球迷更不斷為亞軒加油打氣 教練李春秋也站起來 趁著空檔帶球迷們歡呼 給予亞軒信心 戰況焦灼 因為李亞軒不只要爭金牌 還要為前一天隊友張凱甄復仇 球迷們更是一大早就在場外排隊 我們來看金牌戰 跟中華隊加油 我愛台灣 台灣加油 雙方最後進入搶七決勝局 李亞軒苦撐可惜低盤沒能守住 還要持續利手激戰 記者 宋報道